Hello大家好,我是小光 今天咱们给大家说一说压音周边的这些问题 任何人都是会压音的 第一个动作可能做的都不是单孔 也不是平音,就是压音 初学的朋友都是这样 吸不响,吸音不正常 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压音动作 舌头靠后,对吧 是木平 实际上第一次初学 实际上咱们学的是平音 把压音去掉,吸出正常音 这就是第一个学的 我们后期要学压音 但是压音是什么 压音是什么 我们学压音得到了什么 实际上压音是一个吹息 导致黄片降音的一个技巧 比如说实际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的二三口 得到发和拉 对吧,这是一个音阶 还有第五口 吸吸音 咪和发之间 这是一个装饰音的压音 实际上咪和发之间 这个五口的吸吸压音 是没有音的 是十二平均率之外的音 也是一个在曲子中 就是装饰作用 实际上一个压音呢 其实学起来是一个组合拳 不是说我上来就可以练压音的 先掌握单孔 这是必须的 单孔,单孔过关 前三孔也是一样 先把平音吹出来 然后我们再练习压音 比如一孔 可以尝试 咱们先在一孔上尝试 为什么练一孔呢 口琴的造型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孔 是最容易保证亲密性的 也是最容易出来压音的 这是我的个人感觉 可以先用一孔尝试练习 你只要这个音色 证明你就会压音 可以做到压音 这个压音动作实际上是一个组合拳 刚才我说的是组合拳 当然单孔气息 还有舌头 包括喉咙 还有嘴形 都是一个配合完成的一个体系 舌头 团缩 这是一个过程 慢慢练 慢慢练 其实正常人呢 不会这个动作 都会吐舌头 是吧 都会吐舌头 压音有一个像声的一个词 看到一个非常 惊讶的事情 是这个意思 你体会舌头 是靠后的 这个舌头是要慢慢练习 刚才我说 不是一个人常规动作 是需要慢慢练习的 慢慢到你的位置 还有就是 有的人可能撅出去了 把嘴撅出去了 也是不太好压的 要把琴尽量送深一些 然后把口径打开 这样配合起来 才能得到一个压音 前期铺垫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种方法是吸面条 咱们吃了一个很长的面条 要吸到嘴里 体会舌头的位置 就是这个原理 还有一种方法 是吸吸管 或者快速吐吸法 吸吸管 咱们上快餐店 都有吸饮料 是吧 体会这个动作 也可以体会舌头的变化 还有就是快速吐吸 这个舌头也在动 咱们找不同的方法 然后体会到这个压音 然后规整你的动作 比如说含琴 当孔 还有等等的 比如说有些人 吸了一片音 这个压音是非常难出来的 当然也可以 也可以 我吸了一部分 但是这个动作 是很难做到位的 还有一点 就是如果我想练习压音的音准 推荐大家用嗅音器 为什么呢 因为你能看到你的音高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瞎脸 比如说 可以看到你的音高 对吧 可以看到 这个是极为重要的 不是说我 我的音准 听力又不太好 我是 哪里是发 我自己也不知道 对吧 所以要看它练习你的音准 把这几个音练出来 压音是一个阶段性 比如三广 它是一个阶段性了 舌头 一点点 对吧 一点点 降吸 再来一点 是拉 再来一点 是降拉 这是一个阶段动作 阶段动作 当然也是气息配合 但最主要的还是舌头 舌头的控制 第一个台阶 第二个台阶 第三个台阶 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 有什么不懂的 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在下方留言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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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